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变数变换的技巧 有关于连续型的随机变数的状况 我们还是来介绍的是单变数的 随机变数经过了一个一对一的 一个U,这个是X 它是连续型的随机变数 透过了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函数 可微分的一个函数 它对应到了Y 那么当然我们既然知道它是一对一 我们或者我们可以限制它是 严格增函数或严格减函数 我们找到了它的反函数 叫做W W的话呢 是将Y对应到X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看 现在U将X对应到Y 那么W把Y对应到X 那我的几率分配函数 我们新的 原来旧的叫做F 那新的叫做G的话呢 我们G要怎么写 当然是一个Y的函数 我们直接用F来取代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看这要怎么做呢 直接取代它的话 X要变成什么 X叫做WY 就直接套进去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地方 多一个W' 这个W' 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在变数变换的时候 要多出来的一个 微分的式子 这个微分式 在这里 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 叫做Jacobean Jacobean 就是它的一个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 变数变换的一个过程之中 比率的放大或缩小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题目 假设有一个连续的随机变数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的话呢 假设是现在我们所列出来的这样 一到五之间 它叫十二分之X 那么现在我们经过了一个 线性的变换 这个看起来是线性的 没问题 请问 几率密度函数 要怎么样写 新的函数怎么写 既然Y是2X减3 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把X解出来 所以是Y加3除以2 这个我们要用到 我们还要用到什么呢 我们还要用到的是Jacobean Jacobean的话呢 它是上面是旧的 下面是新的 两边来做了一个微分 我发现它是什么 它是二分之一 是怎么看的呢 直接微分这个式子 DY就等于2乘上DX 所以除过来的话呢 就变成二分之一了 那么我们的新的几率密度函数 叫做GY 等于F把它带进去 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原来的F 原来F叫做十二分之X 我们把它换掉 换成的是 把X用这个来取代 所以是十二分之 这个再套进去 别忘了还要乘上 它的Jacobean二分之一 所以经过计算的结果 这是我们的新的 这叫做几率密度函数 经过变数变换之后的 几率密度函数 假如我们的话 在变数变换的过程之中 我发现 它的变数变换 它是不是一对一的 不是一对一怎么办呢 不是一对一的话呢 一样可以做 它可以分成了两个部分来做 假设说 它是用不是一对一的函数来 X将对应到Y的话呢 我们先解出来 X可以有两个解 如果分成了两部分的话 那么我们就分开来带 乘上它的相对的 不同的Jacobean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新的 一个随机变数 经过了变数变换之后的 几率密度函数 那当然做一个立体 会让各位同学比较了解 这个机率密度函数是这样的 原来的话呢 假设叫做F X是在-2到2之间 哦 这个地方有正有负哦 那么 假设我们要经过了一个 透过一个变数变换 叫做Y等于X的平方 那么 新的变数叫做Y 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怎么算呢 那很简单 我们先把Y等X平方 这是非一对一的 因为我们来看看图 这个图的话呢 在X大于0的时候 它是严格增函数 在小于0的时候 它是严格减函数 它既然定义在-2到2之间 不是一对一 我们要怎么算呢 我们是这样算的 首先我们还是照着网例 先把X解出来 X就是正负跟号Y 有正有负哦 好 现在我们来解释是什么呢 假设Y的话呢 是在这一块 Y要是这一块的话呢 相对来说 我们是算的是什么呢 是这一段跟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的这个几率啊 Y从A到B之间的几率 相当于是两个两段的总和 负B 根号B 还有负跟号A 负的部分 还有正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在计算几率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好 现在下一步呢 在算几率的过程之中 这个地方的做法怎么做呢 这里的X的话呢 这里的X 这是负的 所以X叫做 负的根号Y 我们把它套进去 Jacobian别忘记了 负的根号Y的话呢 它就是Y的 二分之一 所以是负的二分之一 乘上Y的 这个是二分之一 就变负二分之一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变成 我们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这边是类似的 这都是正的 赵超正的 正的 那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怎样的结论呢 这个是叫做新的几率密度函数 在这个积分的里面 这个我们把积分拿到外面去 这个拿到外面去 把几集中在一起 把这个两个合在一起 于是新的几率密度函数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了 是这样子的 那么Y的部分 当然就是从这边到这边来 原来是负二到二 怎么就零到四 我们分成了两部分 现在来介绍一个 我们的连续的 这个变数变换的对应 而且它的结果还是蛮重要的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常态分配跟卡方分配之间的一个关系 假设X是一个常态 它的平均数叫做μ 变异数叫做σ平方 那么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说是这个X x-μ除以sigma 我们称为z好了 z平方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卡方分配 而它的自由度是1 那么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现在z叫做x-μ除以sigma 那我们的这个几率的密度函数 可不可以写呢 可以 它不麻烦 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常态分配的几率密度函数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题目是把它变成平方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是y等于z平方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平方 看看这个y长的是什么样子 那么现在要换成y 当然还是要解除z 所以我们一解出来以后就变成了两部分 一个叫负根号y 一个叫正根号y 那 Jacobian顺便先算出来 这个是原来的 这是新的 所以我们对它来为分 这个地方是z1 这个z1 z1是负的根号y 所以我们对于y来偏微的话呢 得出来的结果是 负的二分之一 y的负的负的二分之一 就是这个 这是第一个 这是Jacobian 第一个 这是Jacobian第二个 同学 应该可以 计算上来说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重要的是 在下面我们要把它套进去 怎么做呢 现在原来的这个叫做常态 标准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现在要把它套进去 这个Z换成什么 Z平方叫做Y 还要分成了两部分 这一部分的话呢 是左边的部分 J1 J2 把它合并起来 就变成了这样的结果 那当然 各位同学看不懂这个吗 我们先来把以前的 学过的一个东西 要把它写过来 卡方分配 它其实它的几率密度函数 这就是一个 伽玛分配 而它是一个特例 它是2的二分之μ次方 伽玛二分之μ X的二分之μ 减一 1的负二分之一 那同学来看一下 如果这个题目 它的μ是多少 就是自由度 是1的话 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 2的二分之μ就是二分之一 伽玛二分之一 X的 这个是1的话呢 就是负二分之一 这是1的 这是负的二分之X 好 我们看看 来比一比 2的二分之一 2的二分之一 这是什么 这就是根号2 这个是什么 这是根号π 这是什么 就在左边 那这是什么 这就是左边这个 这个地方 X大于0 所以各位同学 你要知道的是 这就是卡方分配 所以Z平方 它就是 服从卡方1 就是说 这个地方指的是卡方分配的自由度 学到这边 我们当然还要注意到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要常常利用变数变换 或者是好几个变数的话呢 合并起来以后 要看看它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的是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跟这个这一部分 是连续型的部分 跟我们间断型的部分 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对应的方法 函数 我们都一样列出来 对应回来的是W1 W2 那重点是这个Jacobean 这Jacobean的话呢 就要计算要小心了 因为它是一个双变数的函数 所以的话呢 它的Jacobean 是一个二乘二阶的一个行列式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这是旧的 这是新的 然后这个地方横的话呢 新的在动 旧的不动 旧的由1开始 慢慢地往下写 上面X1 X1 就是Y1 Y2 这是X2 就是Y1 Y2 那么我们要搭配了一个Jacobean 这样算出来的话呢 变数变换才会准 那边际几率函数 是一样也要做的 如果说我们经过了变数变换之后 然后呢 再让其中的一部分 让它去做总和 或做积分 以连续来说 做一个积分 这个积分是 以Y2为我们的变数 做了一个整体的积分之后 Y1就找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是这个 这个 跟Y1有关的 这个函数 我们就称为 Y1的几率分配函数 那么这个是一样的 对称情况 Y2的状况 这一部分 变数变换的这一部分的话呢 其实是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们学习了 变数变换的技巧之后 我们等于相当于说 我们只要认识了 常态分配 卡方分配 一般的我们常见的分配之后 那经过了一些组合 变数变换之后 我们就可以又可以学会 更多的不同的 一些奇怪的分配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让我们认识 随机变数之间的 跟各项分配之间的关系 它的加减后是什么关系 或者是乘除后 那么它的解题技巧 就是说 我们要了解新的函数 经过变数变换之后的函数 是什么形态呢 我们常常是透过 第一个 联合几率分配 写出来之后 然后再来一个变数变换 变数变换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一个 求边际几率函数 最后让它全部算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